大家好 在夏季 很多花药给自家的都用 浇雪就是狂浇 掌握不好 很容易导致根系腐烂 叶片化水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我是如何在夏天给都用浇雪的 首先我们浇雪可以选择这种尖嘴的水壶 沿着花盆的边缘慢慢的浇透 这样不会把水溅到叶片上 因为有的都用叶片是凹进去的 容易积水 洗净酒很容易导致腐烂化水 第二个就是浸盆法 这样能有效的完全的浇透 很多花药要担心 交叉的浸泡这个多用 会不会产生病害 我们浸泡之前 用二枚磷滴上起滴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放下去浸泡 这种二枚磷 是一种土壤中用的杀净剂 是内吸型的 低毒完保 无臭味 适合家庭使用 对多幼的根腐 黑腐 还有枯萎病 有很好的 预防和治疗效果 能有效的 遏制 土壤中的 病吟真菌生长 直接杀死病菌 把水浇透之后 接下来 最关键的就是把它放在通风 良好的地方 让水分更好的蒸腾 就不会糾线 根系腐烂的问题了 好了 喜欢养护多幼的花眼门 下期掌握这个浇水方法 不烂根 不黑腐 健康的生长 好 再见